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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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反轉教式的觀念 其實就是這樣的 我就會在學期頭 拍好數學的影片 整理好QR Code 就派給每一個學生 有了整個數學期 或者是下期某些數學課課的影片 當然會事先上載 或者是上網 學生用手機 或者用平板電腦 DoDo的QR Code 就可以看到課堂 這些就是我拍的影片 X2 plus 5X plus 每個影片大概十多分鐘 這些影片都拍完 很明顯給學生 不是學校看的 是家裡看的 課前看 或者課後看 或者考試看 那課堂做什麼呢 課堂我不會再播那些影片 課堂我就會叫學生去解難 比如數學很強調 problem solving so can you find the percentage change so this one 那我就直接 每個學生一組 或者每人一條問題 直接去計那些問題 那課堂我就多了很多 就是私心互相討論所有問題的時間 解放的老師 不用再掛罪教書 可以逐組逐組合去 照顧每一組學生的需要 學生除了可以透過老師拍的影片 學習新知識之外 他們可以錄製自己的影片 作為教功課的一個方法 I'm Emily Chau from Form4D Function HTML 我就設計了一些項目給學生去做 每個學生就完成一個 單一的項目 他做完之後還要拍一個影片 為什麼要他解釋呢 就是將他懂的東西 即一些內在的隱含知識 變成一些外在的東西 要說出來 即是某程度上是給了一些時間 給他去重整他的思想 現在的功課就是這樣的 是一個video的格式 是上載上網 舉例這個同學 就是說怎樣在網頁裡 插了一張圖像 他的screen cast 或者拍片的好處就是 可以巨細無為地 記錄整個學習過程 老師看的影片就知道 學生真的懂不懂 是否掌握到觀念 我們可以看到 Aggry Bird的畫面 正在鏡頭上 拍了影片之後 上載到一個地方 大家可以分享 可以一起分享 其實到考試做評估之前 是相當的有用 因為他會有所有 在學科裡面的學習的重點 逐個逐個video按下去看 就可以溫習整個學期 他要學習的內容 他要學習的內容 以往我沒有這些技術的時候 就是沒有這些科技幫忙 其實是很難做得到的 很難做得到 但是現在製作科技 所以我們所謂的 反轉教室 就是容易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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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會做得到的 所以我們會做得到